遊覽車司機載著團客出遊 到訪台中各地景點 國家歌劇院 彩虹眷村 火車站文創園區等 不過仔細看遊覽車臨停 或等待遊客的位置 竟然都是紅線 違規停車狀況層出不窮 他們也鬥出無奈心聲 舉例國家漫畫博物館 只有一個合法停車位 如果當天佈置一台遊覽車 就會出現搶位的情況 根據遊覽車令隊透露 通常團客都會指定市區熱門景點 但又因為缺少大型遊覽車格 導致行程常常需要異動 甚至連累司機被開紅單 假設真的太幸運的話 一天一張的話 一個月如果20團的話就20張了 它的規則還是要再架式 應該要兩三萬不止 我們如果要創造這些經濟效應的話 那遊覽車沒有地方停 他們就不願意帶乘客來到台中消費了 對此台中市民帶也向市府喊話 不要只是口頭觀光 要正視遊覽車團客停車問題 交通局初步表示 未來將會設置大客車車格 或是將小客車格 調整為大小客車共享使用 增加遊覽車位 遊覽車司機也期盼規劃趕快落實 否則外出集團還要面臨可能被開單的風險 辛苦錢 無奈變成公趟 三星期新聞綜合報導